字幕 李宗盛 什麼 米會唱歌 是啊 你是說 正在唱的米會唱歌 是啊 騙笑的 哪有可能 真是的啦 不然你來聽看看就知道 海語小聽 咪咪 咪咪 咪咪之音 我是媽媽 歡迎收聽 咪咪之音 每禮拜日再去10點至12點 DFM107.3 咱用電台 大家好 我是會說台語就說台語 不會說台語就說話語的喝大米 不然會補歌給大家聽 也要請你做會關心我們的農村 我們的中米 分享我們生活的國中之味 我們今天已經節目進入第二個小時 咪咪之音 剛才有給大家預告 第二點前 我們有特別邀請特別來賓 是有甜有米的負責人 佳玲 佳玲已經來到現場 哈囉佳玲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五家靈 你很鎮定 話來就來就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經常受訪問的感覺喔 是真的行的 我朋友是有訓練 請問朋友是訓練在會做什麼 等麥克風讀過來 你等下馬上歡迎 對對對 所以經常有這種機會 隨時麥克風讀過來 是嗎 這時代農民就要訓練很多行 你要也要訓練頭 你也要訓練 你也要訓練 還要訓練 不要訓練過 想要唱歌 等一下 你不是說話 是要唱歌 有什麼 有什麼 你這樣等下 開始有訓練 有人要訓練自己點歌 我說算唱 對 因為 你算是在 做菜也做得很出名 可以這樣說嗎 我當然 找某些人來做菜比較少 都是因為可能紅色還是男朋友 還是家的人來做菜 所以才來做菜 不過我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就是 我就一心想要做菜 所以就比較 自己就比較多媒體的 會注意 你很不簡單 你因為一開始很重 你現在都要說台語 不要 不要勉強 我現在拍拍佳麟的肩膀 沒關係 我們用自然語 我們用自然語 你想說華語的時候就說 我也是會 台語也會通的 很出狂 分音人很出狂 說到分音人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這佳麟的網路上資料非常多 大家帶開 也聽過你的故事 不過我相信有更多朋友 收聽FM107.3這個頻道的 一些宜蘭在地的朋友 是比較不熟悉的 這有甜有米的 有這一個吳佳麟的 大名就簡單介紹一下 佳麟來自雲林 不過他現在在宜蘭正中 他叔叔比他 沒有去做學問 結果是來增加做餐 他就是吳佳麟 爸爸媽媽都是農民 過去的佳麟很討厭農村 參加台灣的農村陣線的行動 後來甚至幾期休學 參加宜蘭小甜甜青年烏農計畫 在頭就開始做產了 開始在白人的農村 做一些自己小孩以來 經常覺得很適合的產業的工作 他才發現自己是很愛老公的 他也是定心食材在農村的計程 一直到2014年小甜甜計畫結束了 佳麟另外還成立了 有甜有米工作室 繼續在宜蘭做餐 那麼老了來這個做餐 其實他要用這種方式 來跟地方結合 做一場農村青年革命 佳麟 以前我這個報告 跟大家報告完了 這樣有算是交代你的生平嗎 有 很完整耶 我因為今天要跟你聊天的東西太多 所以趕快把你的這個 從頭到現在簡單報告一下 如果我們就可以開始來 算更重要的東西 我們會開始算快問快答 透過快問快答 可以了解這個小農的一些習性 一開始你要說我是誰 在哪裡種什麼 種幾年 好 開始 快問快答 我是伍佳麟 在宜蘭元山深溝種田 然後種三甲多 三甲三 然後種植今天是 今年是第六年 哇 第六年 好 請問有甜有米這個品牌 名稱是誰想出來的 朋友想的 好 就只是一個普通的朋友 對普通的朋友 好 OK 請問你有沒有算過八字 不是八字啦 八字是結婚用的 請問有甜有米有沒有算過筆畫 沒有 沒有 所以隨便就是了 有甜有米啊 有甜有米 好 OK 請問你的股東平均年齡是幾歲 認你的 認買你的 三四十歲 哇 很年輕耶 因為也有六十幾歲的 也有二十幾歲 就是平均下來大概三四十歲 很好 好 請問你夏田最怕遇到什麼生物 最怕的 爪 爪 我的反應比較大一點 是齁 好 所以最怕就是爪 不過爪是好的米 也不是看爪就要很生氣 因為你時候你不去打擾牠 牠其實也不會來攻擊你 對對對 還有 田裡可不可以尿尿 可以啊 會是嗎 你只要屁屁不要被別人看到 就可以尿了 所以你從開始 你都會在田裡尿尿 你技術是不是很好啊 不會撒到腳 因為這個碩士生畢業之後 夏天開始務農 你為什麼對這件事情 這麼的快就接受了 技術這麼快就熟練了 因為老實說種水稻 它是糧食作物 而且加上台灣的那個 水稻機械化程度非常的高 就常種水稻其實 常常被人家開玩笑說 你打三三公電話就可以 把工作做好了 可是如果你這個 每個行檔器 你要在深入做的時候 其實都會發現很多門 很多技術的東西 還要在學習的 只是說水稻進入門檻 相對其他作物是低一些些的 對啊 所以這個跟尿尿有什麼關係 尿尿 肥水不落萬人天 非常好 嗯 非常好 好啦我算是被你打敗 第一階段的快問快答 先到這邊 我要其他要先深論題 要追究一下 我們的有田有米工作室 就在三關宮對面 對 在我們以前的三關宮對面 所以你已經浸在這裡 浸五六檔了 對啊 來說看看 因為我們農村的這種廟口 是最重要的地方 文化啦 交流啦 人情世俗 都很重要的地方嘛 你那當時有田有米要開辦工作室 跟在武農的基地 是怎樣全天經理三關宮是 演婚還是你有特別想到什麼 一開始是透過朋友介紹 然後租到那邊的房子 因為我是小婷婷的第二年 就從台北搬到宜蘭住 然後那時候租到這個空間的時候 我就知道 對了 三關宮是地方 深購村的信仰中心 然後 它其實幾乎是一個展演場 對 它是一個大舞台 啊我 我住在搖滾區 所以我很知道說 對 廟口的人 都不在看說 這個少爺的人 來餐廳做什麼 對 所以後來的時候 因為研究生器 會晚睡晚起 那是進修的嘛 不過後來的時候 就跳過一 早起 拿著鋤頭 經過廟口 然後呢 你要走進廟裡面 對 因為廟裡面有飲水機 你就會裝水 然後你不能 裝出一個很高傲的感覺 你要很親和力 這時候呢 阿伯就開始問說 啊你什麼啊 哪裡哪裡來啊 你要做什麼 這時候你就要一如一時的 交代你來這邊做什麼 你的目的是什麼 之後你就可以回家睡覺了 哈哈哈哈 你認真嗎 你認真 我當然是開玩笑了 你 因為 忘記睡覺太明顯了吧 因為前一晚真的是 做功課做到很晚 還是覺得 做不夠做很晚 其實 你為什麼會覺得有必要要走入那個廟裡面跟這些在地的老農夫 在地的人 有一個這樣的交流 尤其在一大早的時候讓他們這樣的機會認識你 這個在建立什麼 建立你的地方的那個社會關係 對因為其實你在廟裡面 在徵討做事情其實很多時候不是你靠網路 你發明片 或說你名氣很大就可以把事情完成 你必須跟建立人跟人之間的信任關係 而且老實說在農村就是 懶惰真的是以緣罪 因為我從小就可能聽我媽媽悼念就是 現在現在很病斷 你大概就知道說 對農村的人 對 對人一個人的評斷 其實很多時候是 你這個人勤不勤勞 你如果勤勞 你就 你分數幾乎只要100分了 100分 很棒 很棒 然後就 就會把那些機會 就盡量給了這個人 對 我很清楚知道這一點 所以我一開始就演了一齣 我是好青年的喜好 欸你這樣子接自己的那個包子飲料 所以你 恭喜齋 就是真的是有演的成分是不是 有部分有演 可是你還是要把那個你的苦工下在你的田地 我常常每次演講都跟別人講說 其實農村 農村在發明 不像都市會發明片 因為你都市 就是你遇到一個陌生人 你們打招呼之後會先發明片 知道你是誰你的頭銜 可是在農村不是這樣 在農村你的田地就是你的名片 有道理 你的名片沒辦法這樣移動 你就在那邊 而且 因為我剛剛有講了 已經有交代說 跟老人家交代說 你的田在哪裡 對 那老人家經過哪邊 那個那一塊田的時候 伊典雅傑 他會就去看名片 看這個名片做得怎麼樣 你有照去做嗎 有聽不 超有辦法 安裝安裝 真的都 老實說我現在也會 看別人的名片 會 就是 我覺得我老靈魂跑出來了 就是我會開 我會知道哪一塊田是誰在做 然後經過的時候 就會留意一下 看一下 阿姨姐 喔 蛤這田蠻的都沒跳 那個就是 可能會想說 他今年的材料可能會很差 然後那個 會不會說 草都沒有把 死定了他 我感覺有幾種 十年媳婦熬成婆的感覺 欸有 我覺得蠻速度蠻快的 但那我想知道 你的田 你覺得老人家在 呃 平段的那些標準是有哪些 那你現在換成你自己 你去看的時候 你又在意的是哪些 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 嗯 嗯 一個一塊田 會注意到的東西 像說 疲人啊 疲人啊 補秧 我覺得因為你 那個單位面積 田地的那個大小 是確定的 那你如果秧沒有補完的話 那你單位面積的產量 就會很低阿 可是你固定成本 都還在阿 就是你田租 你的那個打田的錢 差樣錢不知道不知道 都是固定的情況下 如果你 這塊田地的產值 沒有 沒有足夠到說 你也可以支付這些錢之外 然後你還可以收入 有收入 那其實老實說 這是根本是做好玩的阿 就是老實說 其實你還是要 你投資一定要回報嘛 嗯 對啊 我就會 我會在意這個地方 那不管你用什麼農法都可以 只是說 你的羊苗還是要補好 然後草的部分 因為草剩就會豆苗西 就是 草剩豆苗西 真的 你發明的字 因為你可以 或許你們有到田裡面去 去 去一些體驗活動 你可以仔細看 如果 某一個羊苗的附近都是草的話 你把草都拔乾淨之後 剩下那一隻 那一隻羊 那一株羊苗會很 看起來瘦瘦巴巴的 因為它羊 雖然這個 有點沒有 沒有科學根據 沒有科學根據 可是感覺上就是 它那個 那一株羊苗 它的羊方都被草吸走了 它的精氣都被吸走了 感覺 可是你除草都是手除草嗎 對 哇那你怎麼顧得來 那麼你中多 你剛剛有講 中三假三 三下三的手除草 手草不受到外腰肌肋的下去 但是 所以我們腰力比別人好 沒有 這是 暗示的時候 這是給你碰碰什麼 暗示的時候 沒有 就是因為你 現在 比如說我田區都 都是固定下來的 那你就知道說哪些田就是 的水 那個 進水口 它灌溉溝群從哪邊 水流進來 你其實可以利用草 來 利用水來抑制 對 因為像我擦完一樣之後 我會把水蓄得不會太低 有點高 有點高度 可是與此同時 我其實搭配的是 我灑的是苦茶破 我防治浮瘦 我不是用鹼的 也不是用其他方法 我是用灑苦茶破的方式 那在苦茶破 在浮瘦羅抑制到一個程度的情況下 你的水量就可以蓄得有一點高度 那可以藉由那個水的高度來抑制澡草 雖然有一些田可能你不小心 讓它有點乾 草會長出來 可是你這時候就一定要常常去尋填水 其實在陽光擦完之後 那一段時間的尋填水非常的重要 你水一定要夠好 你如果夠不好 湊得會發起來 然後我個人的經驗就是 這幾年的種田的經驗 我寧可面對浮瘦羅 我也不要跟雜草搏動 因為浮瘦羅看得到鏡頭啊 這個耐力賽你看得到鏡頭 就是鴨苗只要長得足夠大之後 鴨苗纖維變粗之後 其實反而浮瘦羅這時候 還成為我們的那個粗草小幫手 它會轉而去吃其他雜草的嫩芽 對 它看得到鏡頭 所以你只要鴨苗大了就好了 但是雜草你讓它長出來 它就名言不斷的一直長一直長 它可能會到你收成的前一刻 都還在粗草 我想到芳草必連天 對 一直連綿到天邊去 對 連綿到天邊老 好可怕 農夫眼淚都掉下來了 對 把衣服都揹不起來了 真的 在點十八分 在家人開港的是 有甜有米負責人 吳嘉玲 我們說今天要點一些歌 那過情人節也好 那就是請大家可以點歌 送好這些辛苦工作的農夫 結果就有人點歌喔 點龍捲風 感謝代表的王先生 周杰倫龍捲風 我問他說 為什麼要點龍捲風 結果他跟我說 沒有啊 要很風調雨順 是不是一種很矛盾的心情 其實這個 如果聽歌 稍等著要回來請問這個 住在三關宮搖滾區的吳嘉玲 他有還有什麼特殊的發現 我靈魂會失控 黑暈在降 我要再想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再想你 你正在收聽的是 咪咪之音 周日早上10點到12點 我是大咪 還有今天特別來賓 吳嘉玲 剛剛他說他住在三關宮 圓山三關宮的廟對面 那工作室就在那裡 所以請問這位搖滾區的觀眾 你曾經親眼目睹過公廟前 就是廟口文化有 有過什麼龍捲風的事件嗎 哈哈 這是大爆料的時間 呃 他們 他們會 可能會討論某人 然後他做什麼事情之類的 嗯 那都還蠻 我覺得蠻客氣的啦 對啊 就事論事 對對對 不會加太多情 欸 可能有人會加一點情緒 但是都還OK 對 龍捲風喔 有當時 呃 喜劇可能溝通上的一些 比較火藥味重的時候 那也有可能是一些 比較重要的事件 像昨天 昨天是元宵節有過火 過會對不對 嘿 我覺得那個 那也是很冷更風啊 就是那個場面 其實是很難得一見的 嗯 那過會是一年一次嗎 對一年一次 哦 啊為什麼在元宵這天廟靠要過會 哈哈 皺眉頭了 我有去過會 不過不 我沒有去問 最少的故事 你就就只顧算而已對不對 對 顧算 顧算而已 不好意思 那這個喔 這可能就是要call out給那個 前主委陳榮昌阿公了 好 我們後來這裡call him 好 今天沒有時間 好 我要請問佳琳 你在那 你們故鄉是在雲林嗎 嗯 那雲林你跟爸爸媽媽 從小來看他們務農 他們是建築到一種的 很多啊 欸 除了紅菜頭 高麗菜 大頭菜 隔頭菜 還有肥仔菜 都有錢 哦 特刀啊 韓籍都有錢 一年四季 對 都有不一樣的建築 都主要就是務農為生 對 一期 我們那邊有種一期到座 然後二期變化比較多 嗯 所以他們對你來 欸 呃 他三家已經做了六年了 過期到今晚有什麼安排嗎 是不是 對你做這件事 是不是 一開始沒辦法接受 特別是我媽媽 就是 一開始知道我在雲林 偷偷在做產 她很想起 想說 把我宅配到 研究所 怎麼又回來做產 嗯 她很想起 就有說過 你肯定比農地流下來 有什麼要打到這麼高 嗯 對啊 我那時候也說不清楚 對 不過 我是真的各種別的老人做產 其實我應該會 心裡充滿怨恨 就很小 就說 我發展不好 才會老人做產 切得不好的老人做產 那你 那種心情變成你做事 你不會開心 嗯 那就是一輩子的怨天尤人 就是自我 自我否定 其實老實說 上一輩的那個老人家 務農的老人家 都是這個心情 嗯 他們沒有得到 應該有的尊嚴 理論上 生產糧食給 眾人吃是一件 我覺得 我走到現在 我覺得是一件很驕傲的事情 對啊 因為 哪一個工作 可以像農業 這麼有生命力 你可以從無到 種子 當然是有種子 然後從無到有 那每一年 每一年生產出來的東西 都會不太一樣 你沒辦法客製化說 今年一定要生產出 甜度多少的那個米 不可能 對我覺得它充滿了 創造力生命力 可是 這近百年 我覺得農業都得不到 應該有尊重 然後之外就是 又沒辦法得到 相應的那個物質的那個回報 對 你也 我們做財也沒有想要賺大錢 不過 同期也就是 你開除自己的身份 可以得到 還賺一些 這樣就好 不過 市場的那個 變化真的是 不好暗算 就是 特別是農民也沒有暗算 說 這是什麼東西 介紹比較好 有時候 你看市場 什麼介紹比較好 你現在開始燈 賈出來的時候 介紹就開始不好 變得不太好了 古建商 東西太多 就是想到農民 在這幾年 我種了 這樣每年種每年種 它也慢慢 也不到釋回來 它可能愣了 算了 就是這孩子好像講不聽 的 它之前還可能會覺得說 希望我去考 再去考公職 可是走到現在 它 有點認了 覺得這孩子就是 它想做務農的事情 它反而會跟我建議說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做這個 我還要做什麼 做什麼 它反而開始傳授我一些 在農村生活的一些 重要的美感 嗯 那 走到現在 其實我也花了幾年時間 自己 在調適自己的心理 因為 我祖雖然到大學 都是 爸爸媽媽都說 什麼 你菜要好好打菜 沒辦法打菜 你就老人家做餐 還是菜不好 你就老人家做餐 就是用很負面的方式 在跟你講 留在農村就是 很差勁的事情 類似一種懲罰這樣 對 這幾乎是懲罰了 那 我 跑來種田幾乎是跟我相 信奉 幾乎是一輩子的事情 的價值觀 在相違背 我必須跟自己的那個價值觀 抵觸 就是讓它 就是一直在掙扎 然後其實我這幾年也 花很多 呃 很多氣力在 跟自己 因為其實我會怕啊 我都讀到研究所 我好像可以去做辦公室 所謂的辦公室的工作 對啊 那我來務農 其實我 我覺得這個決定沒有那麼的簡單 雖然我就廣大 我一開始就 休學跑來種田 可是 就是 你也要花很多氣力 安頓自己的身心 嗯 我大概幾年時間在做這個事情 嗯 那目前算是安頓到 對 我就有心比較平靜了 因為我也找到 一起務農的伴侶 我覺得 慢慢兩個互相的 呃 討論啊 然後有伴 我覺得也慢慢的把自己的心 安心靈安定下來 然後去想一些 好那我們現在要怎麼做 可以賺比較多錢 或者說 會比較順利 嗯 比較好 這工作比較順利進行 嗯 這些個人的部分 我都也很想繼續追究 不過先 先再往前推一點 剛剛我們說在跟老人家的溝通這個 呃 你在從小成長在家鄉 跟父母親 或者是整個農村 雲林農村 嗯 長輩們的互動 跟你 後來你現在六年了 在圓山這裡 這樣你是很實際的務農 要跟這些長輩的溝通 你自己有沒有發現 你是不一樣的人 不太一樣 我 如果我在我的家鄉 我是 我講我爸的名字 吳海金的女兒 欸 曾經舉的女兒 但是我在宜蘭 我是吳嘉玲 我不是屬於誰 我不隸屬任何家庭 或者說誰的太太 或什麼的 我就是我 主體性就展現出來了 嗯 所以我是以一個 呃 比較有自 欸 有主體性的那個角色 在跟這些老人家互動 嗯 我覺得不太一樣 就是你又過得很自在 而且 當然你會做很多事情 讓人家覺得你是個咖 或說你是個角色 嗯 對 一種自己有擔當的感覺 嗯 對 我是大人 我可以看一件事 那種感覺 不過你現在也真的是已經有農啊 你可以回到婚臨跟高雄 你是不是 也有可能把一些些這些務農的這種尊嚴 這種自信帶回去農村 會說喔 我是有家人 我有做多少餐 有這種機會嗎 我身邊聽到太多回到自己家鄉做革命 然後真的是偷偷偷偷 然後離開或是說就是活的沒有 因為我覺得農村的父母親 還是多少會就是對自己的孩子 呃 期許自己的孩子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那特別我們用操作方式用友善有機 那其實那個像我媽媽對於草這事情 她很不能接受 她一丁點草 她也要在她稍微有一點空檔的時候 她就會去除草了 嗯 我不太能想像我能不能抵擋得住我媽媽的那個公司 嗯 對對對 怕被黏的 對 傳統厲害的農夫的攻擊 我應該受不了 我想 而且我想要跟他們當好朋友啦 我不想要 就他們年紀大的時候 我要跟他在那邊 在那邊 革命 然後跟他在那邊戰鬥 我覺得我不怕 我覺得我還是想要維持家庭的和諧啦 嗯嗯 然後加上就是 待在宜蘭這樣我覺得 就保有自己的主體性 然後很自由 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雖然這樣的自由可能也有一些 就是要付出一些代價 可是我覺得 呃目前的我 我還算願意喔 哈哈哈 欸 這個金菊小姐 你女兒 我有感覺到她有蠻多壓力的 哈哈哈 你自己常常在伏辟 在那邊呼喊金菊啊 對啊 我現在覺得好像全世界都跟金菊很熟一樣 哈哈哈 在這裡也跟金菊阿姨打個招呼囉 哈囉 哈囉 我們重播的時候 相信金菊會聽這一集節目的 我就抱我一跳了 對對對 不過 在溝通方式來說 就是 是跟 是跟 是跟大人在溝通 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我們對外 對外面的人 比較有耐性 回到家 是比較沒耐性 匹配球 哈哈哈 對 等一下你是對人匹配球 還是讓人匹配球 我我我我我我 跟對我匹配球 我就 就小聲的回應 慘了慘了 又在講金菊的壞話了 這個女兒子實在是 好 先聽一首 故鄉的土味 金菊我幫你教是你女兒子 哈哈哈哈 哈哈 緊問王的歌曲 故鄉的土味 親愛的媽咪和爹地請您不用看她 我一定成功倒回去 有家人這是不是你的什麼 有 是 我會說他們倒回去 我會故鄉的 好 超人呆 超人呆 好 你要是說國語好了 哈哈哈哈 請問你在宜蘭造成這兩年 你 你最多賺到的 賺到什麼 你有沒有覺得 嗯 我剛好賺到朋友 嗯 我實在有很多朋友 啊 有的是跟我賣美 啊 買顧料的 其實就變成什麼朋友 啊 我如果有什麼問題 幫我餐廳說 買什麼買什麼 他也會給我做會不會 你是一個酒團的概念的對不對 對 我說話你還蠻強的 哈哈哈哈 啊 最多賺到朋友 那如果說賺到錢的部分呢 沒有啊 是有了錢嗎 還是多少有賺 是也沒有了 但是說賺錢是比較好一點 就是賺一個生活 基本開銷 基本開銷而已啦 打平這樣 如果你要再多賺有困難 以我現在的操作方式是有困難的啦 對啊 然後我就賺一些 坦白我探的 嗯 一些 為人處事的一些道理 然後那種 人生 就是 一些有比較有哲理的道理 我覺得就在很多在 在做一些事情的過程 就是 會學到 因為我 我是研究所還沒畢業 我就跑來種田 那我幾乎是 無縫結果就跑來 就是學 欸 書讀完之後呢 就跑來種田 那我其實沒有職場經驗 嗯 對 可是其實來務農 其實很多時候已經 它就是一個職 已經是個職場 你要學會 就是一件事情怎麼做到好 然後甚至你要顧慮很多人情事故啊 然後事情要怎麼做 然後事情要怎麼做 然後事情要怎麼想 對 那種種的其實我都 一直在錯誤當中 學習 如何做比較好 嗯 對 其實跌中的還蠻慘的 對 那 可是幸好就是 我覺得 曾陶老人家也會給你一些力量 對啊 就是可能就是有些 有些時候很難過 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 其實我會像我 我會跟我的 我雖然我稱他會做師父 他沒有 從來沒有公開說 我是他的徒弟 對 誰 欸 陳榮昌主委 阿公 陳阿公 欸 跟你呼籲喔 可以講一下 不成才的徒弟也是徒弟嗎 你說他會怎麼鼓勵你嗎 對 他會有時候會講說 啊 這事情就是怎麼做 就是他會用他很 充滿厚度的人生歷練 來跟我講說 這個事情其實怎麼想就好了 而且他不會 一下就跟你講說 阿 你想想不想怎麼 用否定的方式 他其實很特 這個老人家很特別是 因為其實農村的 農村的人很多時候是用否定來 跟你講要怎麼做 你這樣做不到啦 其實他只要這句這樣做不到拿掉 然後就講說他建議怎麼 希望怎麼做的話 其實年輕一輩的人都可以接受 可是我覺得這也不能怪 怪我們的上一代的人 因為他上上一代也是這麼教他的 那一直用一種比較 否定的方式再教育下一代 那下一代 如果有機會當然就會往外跑啦 對啊 我覺得這也是可能農村的長輩們 需要調整的部分 年輕一輩容易有挫折感 一聽到說你這樣做不到的時候 就覺得喔 你又說我不對 但是後面他其實也有要教你很多 對 他其實只要調整他的教育方式 其實年輕人是聽得下去的 對啊 你哪一家年輕人聽得下去 哈哈哈哈 我假想年輕人聽得下去 好啦 我覺得年輕人可能還是聽不下去 但是可能你就不要 教習他的熱情 對 他 你如果說你這樣做不到 你這樣做不到 那其實你就教他一桶冷水 然後他可能會都花掉了 然後好 慶祭啦 學載立安 做一做 那種負面的情緒也就出來了 那或許就是那一 你按怎麼點拿掉 然後可能 起碼是一個比較良善的溝通方式 不見好 壞 但是就是起碼是考得開始 對啦 而且可能效果更好啦 他真的要教的那個影響力也會更 傳達的更直接 對啊 因為我們生成都生成感覺說 所以長輩可能也都覺得說 先把你壓一下 先脆脆 那個脆脆的銳氣 脆脆什麼東西 脆脆 其實我有當時去台北的時候 會聽到朋友說 喔 你宜蘭那很多年輕人務農 他們一年都可以收入上百萬耶 現在年輕人務農都很會賺 我都聽得一頭霧水 我想說 欸 我沒認識這樣的人耶 請問你是說哪裡 有沒有 你有沒有遇過人家 會覺得你應該賺很多錢 有 你們如果認識賺很多錢 請介紹給我看我 讓我學習一下他怎麼 那個重點的 你覺得那個差別是什麼 為什麼有 其實他們也確實 可能有時候一些媒體報導也有 但那會不會是比較大面積的 還是說家裡原本的產業的 然後他回去承接的 他有可能 因為有可能像那個主持人講的 就是他可能原來家裡就有家業 就是有基礎在那邊 你去接 然後再去做一些發揮 比較 我覺得這樣的模式是比較容易 有機會可以年收入百萬 不管做什麼做 其實只要有一定的基礎 你再去做 其實比較 做起來會比較得心 而且不會到處碰壁 我記得去年喔 蘋果日報有跟你採訪過一篇文章 一篇蠻完整的 蠻詳盡的 對於你這些年務農的心情 然後他們用的標題是 用一生征回父母職業尊嚴 用一生指的是你自己的一生 對 我自己的一生 你這時候這個標題有經過你同意嗎 這個標題會不會嚇太重 因為走的這幾年我覺得 對 你所謂的革命就是要 用你的人生 整個人生去拼搏 你才有辦法真的達到 達到那一丁點的改變 這也是我前幾年在 在街頭這樣走跳 雖然我沒有做很深入的工作 可是街頭這樣走跳的幾年 會讓我覺得說 很多事情不是 你睡一晚開道 睡一晚那個環保所 然後事情就會改變了 其實不太像我小時候看的那種 少年漫畫就是 你只要做一點努力 做什麼努力很努力很努力 就會得到一些改變 應該得到很大的改變 可是在街頭走跳的幾年 我發現很多時候就是 一些事情是你很努力去做 可能短時間內是看不到成效的 那你有可能因為短時間看不到成效 你就離開了 然後就不做這個事情 那我對我自己的觀察我覺得 特別是農業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 你必須拿一輩子跟他拼了 跟他耗了 然後跟他讓他知道說 讓他所謂的政府知道說 這個事情應該怎麼做才對 那 就是 就是這樣 而且我覺得 用我自己的人生做拼搏 我覺得有部分是 我希望 起碼在我之後的農家子弟 會可能看到我這樣子 欸 其實我來 跑回農村種田 也是可以活下去啊 那 所以我現在這段最努力 最要努力的工作是 讓自己活下去之外 要活得像樣 活得像樣 活得像樣 我覺得那個像樣是 你的收入 有可能 總不好吃不飽 餓不死 然後講說農業很偉大 要怎樣 那說服一點都沒有 你最好就是要 把自己的生活顧好 然後 然後再去做你一些 比如說改造社會的事情 因為我畢竟來 來自 世新的社會發展營救所 一個優秀的系所 對 他也告訴你 要改造社會 但是改造社會 不是很 很自以為是的 你要了解 社會的需求 然後了解 自己最迫切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慢慢的去改 慢慢的去改 那我覺得就是 我用我的 我就 好 我就第一輩子當農夫 然後 起碼讓看到我的人知道說 啊 種田是 可以過生活 而且過得很有尊嚴 我過得快樂 當代 我覺得這幾年其實是一個 農村很重要的調整 正在調整體質的過程 因為 不想留在農村 討厭農村的人 有機會可以往都市跑 那 恰恰就是想換農村 想要 過務農生活的人 跑到農村來了 這一個一進一出的過程 其實 農村的體質慢慢在調整 那可以 農村可以留下一群 就是真的熱愛農村 熱愛種田的人 在這邊生活 我覺得 農村 我覺得這樣子 有助於農村的身心發展 是健康發展 不是一群 自我否定 對 以前我沒有家裡做 做工作 沒有我如果 菜太不夠多 對菜太不夠多 就是 嗯 那我一直在自我否定 覺得啊 我如果 那我覺得如果 就是農村 留下來一群 都是熱愛農村的人 我覺得 農村會有 更大有可為吧 就是 起碼生產出去的 那個農作物 大家吃了應該會 開心 因為生產這一群 這一堆農作物的 生產者 自己自己心 心裡是開心的 對啊 我亂講 對 總之就是 對啊 就是一個很和諧的 發展的過程 恩 在你那一篇 談到 爭回父母職業尊嚴的 訪問裡面 我還對你說的一句話 印象很深刻 你說 你的腰桿子 只對農村的人彎腰 你沒有辦法向消費者 完全妥協 完全彎腰 為什麼 我消費者聽到 我就是要拆你的台 沒有啦沒有 我觉得應該是有一些 原念探討一下 因為我覺得 衛農 你現在 特別是 做资产自销的农民 是虽然很多时候 是会碰到直接碰到消费者 然后好像有一点办 有一点服务业的性质 可是毕竟终究我们是 那个农作物的生产者 我们是粮食的生产者 我们必须有 秉着自己的一股傲气 对我觉得那个傲气是 不太适合用服务业那种方式 就是对人对顾客 顾客至上这样子的想法 我不太能够接受 对如果不喜欢我的东西 就不要买了 就是我会试着跟你沟通 你可能煮饭没有煮的 水放也不够多 然后那个储饭的方式有问题 我会试着辗转 一直跟你沟通 我倒是有一点 学到服务业的一些 勾当的方式 对对对 比较缓和 那如果讲到最后 你还是觉得 你也没想到太贵 我可能也会跟你讲说 如果你觉得我太贵 那你可以找谁谁谁 就是可以改去跟别人买 你这一点钱 我可能赚不下去 如果是一百万 我可能会接受 可是你不是 对没有 我觉得农民的尊严 是不太能够在这时候低头的 对 为大家现场转播 吴嘉玲刚刚的表情 很硬很硬的表情了 不愿意妥协的表情 原来不愿意弯腰指的是这个 我们今天11点45分 咪咪之音 邀请有甜有米 负责人吴嘉玲 跟大米聊天 刚刚节目十点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有预告过 要来跟大家call in 玩游戏 也就是呢 我会放出一个声音来 大家听听看 咦 那个是什么声音 然后你要猜出 那个声音的内容是什么 这样子 你就有机会得到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 有甜有米 嘉玲送的米 他是有甜有米 可是只送米 没有送甜 大家不要想太多 是不是 还是说嘉玲 你有带甜过来 有炸餐过来 是不是 如果你们有甜 也可以送我 跟他靠着来 好 我现在要开放call in 大家来call in 又有声音 大米已经给大宝 准备好色了 03-933-0100 我们要玩call in 猜声音的游戏 现在二月初了嘛 又到了春更农忙的时间了 对啊 你今年有特别没同样的心情吗 第六弄 他要再補 我覺得我心情好像淡定一些了 以前很慌張 老實說會很慌張 就想說要做什麼要做什麼 比較沒頭身 今年是比較有頭身 但是對 就是董事就是比較有頭身 比較心情上 就比較沒有那麼急躁了 有頭身的意思是 因為怎麼有頭身 是知道說 反正就是 所來就是做什麼做什麼 還是說 以前比較擔心的事情 今年沒有發生 可能覺得草沒有除也還好 我變老油條了 沒有就是 就是變說 你就會知道說 有些事情是有它的極限的 你沒辦法做到百分百 就是就做到那個七八十分 八九十分 你有一點就是 好像吐了秋希斯 六十分就好了啦 然後那個 因為跟地主的關係也還OK啊 就是也不至於 因為草沒有除的很乾淨 他就把地收回去 聽起來真的老油條 對你老油條了 不是菜鳥那種 那個菜菜的樣子沒有 沒有 所以別人 別人如果很擔心在春更的時候 顯得很 很慌亂 然後 這個 你感覺到好像是過去的自己 你會怎麼勸他 我會忍著吹吹 我跟他講說 你不用太歡樂啊 十九十當 不必這麼煮韓雞湯 哈哈哈哈 怎麼辦 金菊的說 你怎麼好會不會 都有一些這些阿里不達 這樣要怎麼可以 沒關係 我煮 煮醉 煮醉也是會 補得好 也會受傷啦 對啊 說得很有自信 水到厲害就是 它是糧食作為 它會照顧好它自己 它會有找到自己的出入 對 它人生的出口 它會找到的 我想再好奇一件事情啊 你像是有甜有米的粉絲專頁 還是說你的FB專頁 其實你一路過來 一路走過來 你有很多經歷 在上面都是很公開的 但你自己慢慢的也 像是一個公眾型的農夫的 這個身份來講 你有沒有哪些東西 你覺得你想主動分享 可是又會覺得 欸不行 還是忍下來 結果就沒有公開 我很喜歡 欸你 我很喜歡探索秘密的東西 沒辦法 因為我前提是 你其實很想主動分享 可是想一想 這件事還是這個心情 還是不要公開好了 好 現在微現場 大家轉播吳嘉玲的表情 是把嘴唇扒下來 有點很納悶的表情 我其實基本上是一個 藏不住秘密的人 所以基本 就是我想說的話 我可能會經過修飾 或是說 問一下經過 因為我 基本上我是一個暴衝 我是油門的 油本的角色 啊那 那個 我的男朋友經過是一個 煞車的角色 我就問他說 我這樣說可以 那你如果說可以 我就說好好 那你就這樣出去了 嗯哼 基本上我想講我都會講 對啊 啊這邊我 欸這邊我 自己這幾年有感覺到說自己有點像農村的轉譯的角色 嗯哼 嗯就是因為我了解農村的語繪然後再講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的那個情境是怎樣 那我這邊又了解都市人在怎麼理解農村 如果說理解文字上的理解是怎樣 對我 就我其實有點適合就是用自己的那個網路平台可以盡可能把一些農村的事情 呃用都市人聽得懂的方式在在闡述 嗯哼 我現在在試著做這樣的工作 因為我覺得就是農村的事情你沒有人跟他 沒有人跟他講出來就是都沒有人去在乎啦 嗯哼 你像最近我有風聲聽說你要記錄幾個家老農的故事 對我自己在在深溝在他們待了已經六年了 我覺得真的有認真的覺得就是有些事情你現在不把它記錄起來的話 後面我們下一個世代的人應該都不知道 因為他們都是 欸上我們我在深溝遇到老農家都是用口說的方式去講說 他移炸安裝安裝 移炸深溝村的地形是安裝 啊水流是怎樣流啊 怎樣怎樣 他經過怎樣的努力才才是現在這個面貌 嗯 我自己覺得這樣的口述歷史器 我們我們要試著試著把它記錄起來 就算只是很很陽春的就是用一個部落格記錄起來 那也要記錄 嗯 嗯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些外地人到農到深溝村到農村來務農 其實得到很多在地人的呃的協助 不管是直接協助或是說 他們就啊他們就可以接受我們的觀念 光是這一點就很重要了 他們不會給阻力啊 嗯 他不給你 雖然不一定給你阻力 可是他會給你阻 呃 不是 他不會給你阻力 阻力 但是他不會給你阻力 但是也不至於給你阻力 哦 對對對 說啊不 就是 也時不時在廟口在那邊 狗隙上 說啊 像樣樣 這才都安那著安那著 然後 這個這個阻力一旦出現的話 其實會讓你做事情都很不好做 嗯 那可是很可貴 還是深溝村的老人家都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他不一定認同你的不灑農藥化肥的更多方式 嘿 但是他起碼沒有去去阻礙你的那個發展的道路 嗯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些外地人要很感謝在地人的這個 呃 認同 嗯 然後接納我們 其實老實說我們這些外地人到農村 是農村的人願意接納我們這一群外地人 他展現了那個包容 嗯 所以才有了現在這個局面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的話 我自己自己因為在深溝村待這麼久 我覺得我可以的話 起碼可以留下幫替那個深溝村留下一些呃 歷史資料 然後 起碼讓他們 就是下一個 下一代 下一代可以知道說深溝 我們深溝村有什麼 深溝村以前的故事是什麼 宗教的一些地理歷史 然後人物的部分都盡量盡可能記錄起來 那光是這樣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 欸我小小就好像可能就有點回報那個在地人對我們的 嗯 對我們的包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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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花很多時間喔 濃忙 然後還要做這件事 加油 對 我會加油了 我會加油 我要等著 等著你再上節目來分享 加油加油 好 好 水車高牛張青芳 我們聽說大家可以call in 039330100 可以卡電機咪跟嘉琳開槓 也可以來猜遊戲 就是咧 好啦 我感覺大家可能沒聽到這個題目 有耶 有人打電話進來 我還要來看這個人這麼勇敢是什麼人 呵呵 哈囉你好 我這不驚聲的我又來了 你 你沒開你是我不知道 對 對 對 什麼人請問你哪有 蛤 我哪有玉電啊 玉電 對啊 李大哥喔 對啊 李大哥 好 那你算是我們的這個跳腳 現在如果要玩遊戲應該都要有你來做示範這樣可以嗎 因為喔 我等這麼久都會有人卡住你了 呵呵呵 我忍很久了 你忍很久 喔你全天忍的就對了 好 啊李大哥你真的很可愛 我們來聽這個今天的題目看是什麼喔 給你聽看看 嗯嗯嗯嗯 結束了李大哥 啊這是一定很會有耶 這問是那個電話聲 蛤 蛤 我叫是很好用結果 蛤 欸 佳琳你又要叫一下嗎 好 那廟口常常常常常出現的東西 啊跟演唱有關 跟演唱 那就 笑十八答了 哈哈哈哈 啊不過 不過李大哥你稍等一下喔 因為你這樣答錯 我來看現在有另外一通 我看他有那麼多答對嗎 你稍等一下喔 好好好 喂你好 你好 嘿 你快啦 啊哈哈 喔原來要先聽到題目就知道要有答案了啦 沒有啦 他也沒聽到題目喔 他也沒聽到題目喔 他也沒聽到不好意思 喔是這樣喔 喔大家也是都很愛民主的耶 一定會知道題目才會卡 對 哈哈哈 感謝請問大哥你帶哪裡 我帶路東阿布拉 阿布拉 阿布拉路東的阿布拉先生大哥你好 阿布拉先生大哥你好 阿布拉先生大哥你好 阿布拉先生你好 阿布拉先生你好 新年快樂 阿布拉你怎麼有做餐 嗯 呃 小小小時候有啦 現在沒有啦 這樣齁 這樣家齡 這個十個小小他自己自己去做餐 你做餐 這樣很辛苦到非常高興 這樣齁 謝謝謝謝 我年輕的一代很好的榜樣 真的齁 阿布拉 年輕人齁 其實農 農業齁 缺少年輕人 嗯 對啊還是有心血加入啦 嗯 對啦 阿布拉 他的這個米齁 他稍等一下要把你的這個電話 啊地劑流下來 啊騙給你 好 你這個給他鼓勵一下 好啦好啦 我們在地人吃在地米啊 好 真好 阿布拉你電 妹妹你電話先不要掛掉喔 好 好 謝謝 謝謝 欸等一下阿布拉 你覺得剛才的十八十 我拿出來是幾點 幾點 哈哈 喔你真的把我當事的沒關係 喔不好意思 好啦開玩笑的啦 喔好厲害 哈哈哈哈 後來又繼續卡在地米齁 哈哈哈哈 好啦謝謝你喔 謝謝 電話不要掛掉喔 好耶 謝謝 欸很可愛耶 猜對了猜對了 這個阿布拉 欸 嘉琳你的朋友喔 對 路動的一個新朋友喔 好沒問題 我你會送到你們家的 好 好 這樣最後要聽這首 這首歌 這就是 我們青高川的吳嘉琳 要聽 林強的幸福進行曲 欸好你跟妳說妳跟妳說 我會送給我們家的國國 希望 因為我們獨到 我們做會做餐的 欸 愛人啊 我們兩個都很幸福欸 愛 定是要 欸 要珍惜彼此 然後 我們要一直一直 幸福下去喔 你不要用娃娃言 認真一點 國語再一次 哈哈哈 遇到可以一起種田的伴侶 我們都很幸福 要珍惜 珍惜彼此 然後一直幸福下去喔 好還是娃娃言 這就是幸福的音啦 就是娃娃言啦 對啊對啊 好可愛喔 林強幸福進行曲 我們哪聽 啊 大明 要是要醉喔 問 這個快問快答 你有頭看的題目嗎 沒有 請問 你的生命即將結束 如果你只剩最後一通打電話的機會 你要打給誰 你要說什麼 我覺得我要打給我媽媽 因為我生命快結束 我經過一定在我旁邊 然後我會想要跟我媽講說 我們做產人就是 很偉大 就是我們怎麼 我們這個社會 如果沒有我們做產人這麼艱苦 這樣生產糧食的 大家吃 大家都會餓死啊 我希望我爸媽可以 我希望媽媽可以 就是不要這樣否定自己 我們可能以前是因為 不得已來做產 但是我希望 就是我們 現在知道我們做產 是很偉大的 用這種心情 繼續做事情 對 做產沒有那麼 沒有價錢人 很有價錢人 謝謝佳玲 謝謝 謝謝金菊 謝謝所有咪咪之音的朋友們 下禮拜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